各位車手好 各位車手好 很快由新一季開始 剛剛MX5級完結束 再恭喜所有得獎的贏車車手 4月份 4月1個星期三日 我們就開始JDM280比賽 日子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4月至7月 當初設計時期是備了 負節和暑假 現在特別時期 大部份時間都應該不會去旅行 應該大家都會在香港 到時那個日子要牽牌 4月第三個星期 應該說 4月最後一個星期 看看會不會拆下去 我們鬥完第1個星期 鬥完第1個星期 到時候我們再決定 應該都會一直順滅下去 到時再改 現在暫時你們可以 用著這個 在這個表上面的 時間日子去定 比賽日期先 跑道 跑道就會是 第一場 第一場 富士 看日本富士 接著是美國的Luna Saver 第三 就是英國的Berns Hatch 接著去了法國的Alaise Village 即是亞爾勞斯村莊賽道 接著是意大利Monsa 接著去回日本的公路賽 今場的比賽會是Rolling Start 大馬力B的車 有些尾輪車 我們用Rolling Start 開始會比較適合 然後就是Qualify 16名車手或者更多的 就會分開三間 甚至四間的Qualify 去做Qualify 頭16名就會入正賽 而剩下如果有3名以上 就會入Wildcard的比賽 好了 那 For Round 1的Qualify 我們會加合了B.O.P.試車日 那個成績 50% 和Race 1 Qualify 50% 去拼回Race For Race 1 那個Starting Grid 總之 你B.O.P.Testing 那天的成績 都會影響到你Race 1 進來的成績 如果你說 有車手 沒有來B.O.P. 那怎麼辦呢 那就不好意思 你不來 就當你那個成績 不在 我們就會 拍下去 你Race 1 成績 變了 就會排得比較後 所以大家希望 來B.O.P. 那個日 是會影響到你的Qualify 時間的 好 跟著平日Race 1 Race 2 Race 3 都照回平日之前的比賽 都是20分鐘的賽事 Race 1 按回Qualify的成績 去排位 Race 2 按回Race 1 的賽事成績 排位 Race 3 按回Race 2 的賽事成績 去排位 而Reverse 頭五名Reverse Grid 第一名是抽出來的 車種 這次 JDM 會在N300裡抽出 所有JDM的車 包括本田的NA6R MansiDM的RX 7 MansiDM的RX 7 MansiDM的GTO 還有MansiDM的Lancer 日產的Fair Lady 三部Skyline 32x3 34 Sobar Low 22b STI 入入豐田的Supra 兩部 前期和A80的Supra 接著是測試測器 測試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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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 指代測器測試過 測試測器測試過 這次是測試測器測試測器測試 STL甚麼搭配測器測器測試過 這次任意調教 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去熟習 自己的車或賽事需要的 OSD和尾雅 大家可以運用這件事 但Suspension是不能調教的 要按馬力和重量都在表中 每輛車都會有不同 每輛車都設定了370匹馬力 和2900磅 2900多磅 看看表面 就是2900多磅的重量 全部都一樣 就不像GT4那樣 在GT Sport裏面提供的BOP 即是那個重量和Power 而是我們劃一了 所有車種都是大約370匹馬力 和差不多同一個重量 那你會發覺 如果看表面就會發覺 咦?為什麼有些重一點 有些輕一點呢? 我們訂了GT-R的大四驅 即是說兩列塔樓上的大四驅 就會在2900多磅 加4% 中置引擎 NSX那些 和2.0T Turbo那些 就會加2% 而美驅呢 是standard weight 2900多磅 希望這裡會有一個平均 因為四驅 始終都是GRIP比較好 我們覺得那些車應該比較重一點 而中置引擎的 車的靈活性比較高 我們也會加上一些磅 所以聽起來 我覺得都公平的 就視乎本身的車的車架 或者本身的車的性能 去有分別 我們稍後 下一點都知道 分了大概 那些車是哪些 顏色組別去用 稍後再說 設定是對的 接著 LINK SIZE IS PLUS ONE 加1 加2 和原裝SIZE是不可以的 大家 注意 好 選車 我們車手是分了顏色 大家都明白 如果有些新來的車手 我們車手會分了不同的 是用ASPAR 下面會有個表 現在我們會分金銀和綠 淺藍、深藍 等級的車手 金組會用RX7 銀組會有兩部車 銀組可以選Fair Lady Supra 和RX7 綠色的就是綠色這個組別 和下面銀色和金色組別的車 淺藍 可以選擇淺藍 和在下面顏色的車 深藍 深藍 可以選擇深藍 可以選擇深藍 和下面的車 深藍的車手 是比較多些車去選擇的 我們GT4 都是這樣排法的 今次會有少許特別 就是我們最多兩個車手 可以用同一款車 有些車手會問 我應該怎樣做 第一件事 你本身知道自己 ASBAR的分數 一會兒下面有個表 你知道自己的分數 你的第一選擇 應該是你的 你的Priority 就是你分數的車 如果有三個車手 都是同一個分數 同一個ASBAR分數 可以三個都用同一款車 但如果 如果 不是 我想用其他車 你要確保 沒有其他 沒有兩個車手 用同一款車 那 如果有問題 可以跟賽館 問賽館 我可不可以用這部車 可以確保 去問 但是 如果 你用自己的分數 你不用問 你照用 如果有三個人同一分數 三個人同一款車 是可以的 但 例如 我選擇 我是六組 我是10.5分 ASBAR 我應該用NX6 但我不喜歡用NX6 我喜歡用Fair Lady 那就要確保 跟賽館問 如果賽館問 Fair Lady 會不會有 其他車手 有多過一個車手 去 用 否則 還是不能 不能用 不好意思 盡量 我們想 多些車款 在賽事上 不會像G4 有機會 全部都用一款車 那 可觀性 高一點 好了 跟著 Race Setting 以往一樣 都是 有少許 傷害 沒有 沒有 沒有油耗 Sleep Stream 是真實 紅白薄 是 Grip 是低 跟著 這個 這個 廠的BOP 是 GT Sport 入面的BOP 是 Tie 我們會一會兒說 Tie 跟著 花 車花 是沒有限制 跟著 車身號碼 一會兒說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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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e的 調整 Tie的調整 就是 是 Round 1 大家都 Round 1 開始 全部都用ROS Round 2 開始 如果 ASBA 裏面 是第六 或以下 就容許他們用Racing Soft Racing Super Soft 那 Soft 跟Super Soft 那個分野 沒有 有 但是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 想 後面的車手 都多些機會 可以上到來 所以 就 用回我們 例如第一 二個季節 剛剛開始的時候 會有這些 有這些 安排 那我們 這個季節 也會開始 用回 希望 後面的車手 可以 多些機會上來 那 如果有新車手 加入的話 在季中加入的 他們會有 Racing Soft 開始 Penalty Penalty 就是 Shortcut會Strong 這裡寫Off 但不好意思 應該是Strong 的 那 旗仔號 是會 off的 暫時 那我們理解 禮拜三 禮拜三的時候 就 有 過 一個 update G-Spot 關於 這個 但是 so far 我們賽會未試 也不知道 效果如何 如果效果好的 我們會 用回旗號 那 如果 不行 我們會 離開 因為其實 一個月 左右 都不行 所以 我們 旗號 off 變成 Sign Impact 和扣秒 情況 沒那麼淋 好 其餘 那個 Driving Assist CD 都是 standard 我不多說了 好 車身 車身號 用Typ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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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身號 門的貼紙 是用回 SSMD 我們這個門的貼紙 要是黑 要是白 跟我們平時那個都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是新車手 找不到這張貼紙 不妨跟我們賽館說 好 好 Sponsor 貼紙 Sponsor 貼紙 今期 又繼續非常多謝 我們一向 擁有 極級支持的 Rocket PamaNoxy Kool P&P ZoomZoom 今次 有一個新的 Sponsor 叫Shine 貼紙 安排餘下 這個圖的餘下 OK 這個是基本 一定要跟回竹架 一定要貼齊 位置 門的號碼 全部要跟回竹架 其餘車花 是沒有限制的 不過 適合 要適合 不要 一些 不 不 不太 不太 好 的 車花 總之 大家 車手 拉花 時 注意 好 賽車衫 那裏的咒 製造 這些花 上去 分數 分數 沒有分別 這麼多年 兩年 都沒有變光 我們 都 用得很厚 這樣就不會變 第一至十五位的分數 計分方法 最 top 六個 round 最top的五個 race 會計分 那 就 如果有打和情況 打和情況的話 就是最多參賽的場數 去計算最多參賽的場數 如果最多大家的場數一樣 就會看誰贏得更多 去決定勝負 好了 ACEPARATING 好了 你現在看到所有車手 你們看到你們 下面這個表裡 你們自己的 ACEPARATING 這個是這麼多的季節,你來加入過的季度 總分除你們的場數,變成每一場平均的分數 很簡單,深藍色是1至5分 5分到8分是淺藍 8分樓上至11分樓下是6組 11分是銅 12分是銀 13分樓上的就是金組 大家留意一下,ASBAR這個表 看到自己的顏色,可以選擇所屬的車輛 總之,你的ASBAR的分數就有優先去選擇那部車 去配合你的ASBAR號碼 如果你想選擇其他車的話 你要確定沒有兩個人用同一款車 好,Success Ballet 即是贏了要加磅 贏了加磅,都是沒有變 5,4,3,2,1 你贏了第一場,Race 2就會開始加 Round 2開始,就按你Championship的總分數去加 Round 2 Race 1的磅數 這個大家大部份都明白 真的明白不明白的可以問 那如果沒有來B.O.P.或者你在貴中 Join或者MISS了一個Round 你的車會加3%,不是兩個 已經會加到3%的磅數 好 B.O.P.如果B.O.P.和Race 1的選擇 這個時間相差很遠 1%流上的,我們會在B.O.P.加減 如果不是的話,OK的話 我們會按你平時的選擇 Qualify的選擇去計算 就不會用Race的時間 因為Race Time會有風味 Race Time會有風味 會有Traffic 這樣會影響Laptime 一年來我們現在在今季開始 會試用 只有用Qualify 時間調配B.O.P. Race Time會有 Wildcard Race 就是剛才所說的 如果 有超過16個人Qualify 如果有12個人Qualify 如果有19個人Qualify 多了3個人 就會出現1個 Wildcard Race 如果贏了的 Wildcard Race 就可以有入場券去 是下一個回合的主場賽 如果有多於19或以上的車手 去參考的話 就會有 Wild Card Race TRACK LIMIT 在這裏玩的車手都明白 新車手我們又說一次 紅白博只可以有兩個輪胎 上不能騎紅白鞋 不能如途 如果沒有紅白鞋 只有線的話 兩個輪子可以踩線 不能騎線 明白GT Sport裡面有 Shortcut 這個 Shortcut那個 那個弧質在 但是這個我們叫做GT Sport的 TRACK LIMIT 我們不用GT Sport的TRACK LIMIT 我們會用我們自己的TRACK LIMIT 我們每一次都會有TRACK LIMIT GUIDE出來 每一個場我們會注重哪幾隻彎 不代表只注重這幾隻彎 但是這幾隻彎我們會重視 但是其他彎都不代表是可以 我們會用真實的TRACK LIMIT 好了 富士我們會注意到T1 T3 T6 T11 和T16的彎位 或者EXIT 這裡很清楚表明了 另外有一個影片會登出來 超車和Racing Line的需求 這裡有寫了 我不多說了 大概都是不可以推人家出去 不可以硬撞人家出去 那些基本的賽車手則 這裡 如有爭執 也是我們的例子 序分擴出 這是少片 5秒 拮5秒 這是裁測了 沒有跟到大會去做的 就會有這些情況 例如 incident 類似這裏下面 例如 什麼叫 incident 有什麼可以是會有 protest 或者大會會落罰則呢 例如你撞到人 硬硬夾人出去 overall track limit 去過頭 危險駕駛 但有幾樣東西都想說回 在競爭的時候 我們在競爭中 盡量不要在訊息 不要在訊息上訊息 因為真的會影響到其他車手 會想念訊息訊息 我們希望各位車手 要訊息的話 是完賽事之後訊息 好嗎 尊重大家 尊重各自家 車手與車手 尊重大家 車手與賽館 尊重大家 尊重大家 甚至是 有觀眾 或者有一些人 會來看我們比賽的 都要希望大家尊重 所以 這些類型 大家都 希望玩得開心 那麼 那 就是 對於 第二天 十二點 前 第二天 十二點 前 就好 交給我們 譬如一條片 那條片 要告訴我們 那條片 要告訴我們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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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車手甚至包括車手的號碼 我們賽館會去看 如果你說我沒有拍片 都沒有問題 總之12點前你要告訴我們 告訴賽館我哪一場 所有細節告訴我們 我們賽館會盡量跟你去看 最好最快可以幫到大會的 出成績的就是你們交到片 我們即時去處理 如果要我們找片 不是不行 是可以的 我們要時間 整件事就會 移慢了 即是我們出分數 訂回BOP 去準備下一場 就會比較慢 出規定會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可以給到一條片的話 就真的幫到手 如果這件事是關於 因為我們 Franco和我 甚至Dominic 都會 一起鬥 和你們一起鬥 如果有些事是關於 我們賽館 因為我們賽館會負責去 去處理這些 如果是關於自己的 我們會互相去看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們曾經都會找 香港、馬來西亞、英國的 車手朋友都會看片 去決定究竟 用第三方去決定 在賽館上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然後 如果有三個 就開始扣分 會在後面出賽 如果是第四個 如果是第四個 開始 就會繼續扣分 但會開始停賽 這裏可以小月 這裏就是 推薦記錄 好 鬥車 每一個 我們都會 用Zello 這個APP 去聯絡 大家 因為在派對 裡面 真的未必 做得完 還有 不想在派對 那裏 16%一起 有 後面的聲音 去說話 去做 宣傳 所以大家都會 用這個APP 去做 宣傳 希望 如果你新來的車手 第一件事 就下載了這個軟件 跟著 去回這個 SSMD SSMD G2018 這個 這個頻道 去收回我們的訊息 好 贊助 那 很多謝我剛才說的 那 那 7個贊助 那 Rocket 會獵到大獎 三個季 一年三個季 最高分的 會有 這個 Power Award 送出來 那 跟著今年 Main Race的車手 會有一隻 特別版的 G-Shock 我們 SSMDG的特別版 G-Shock 還有 JDM的禮品 JDM一些 日本改車公司的 merchandise 和 不同牌子的 merchandise 和 百佳禮卷 那 跟著 拉花 最多 票數的拉花 都有獎 的 那 跟著 Peppanise 會 會 送出 動摩 的 禮券 P&P 就會送出 這個 Body Kit 的 Discount禮券 Shine 亦都是會 送 這個 汽車未用的禮券 ZoomZoom ZoomZoom 是日本一個租車公司 一些 比較 啊 Performance的 車公司 他們 送出 15,000 日圓的 租車禮券 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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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的 代表 藍組 冠軍車手 跟著 都是 LGDM的 merchandise 和 park and shop 的禮券 那 Crew Crew 被鎮 送出 他們的 Q P&P 繼續送 多謝他們的 支持 亦都會送出 這個 Crew ZoomZoom 亦都會送出 給藍組 那 最 有 最 進步 車手大獎 亦都有JDM的 禮品 那 好了 那就應該 齊了 多謝各位 繼續參與 有問題的 記得 記得 去 不要介意去 運輸我們的 賽館 我們會慢慢解釋 給你們聽 應該都 清晰的 希望 接下來就開始 拉花 選一下車 如果有什麼問題 記得問我們 OK 那 四月頭見 四月頭見 其中 我們都會 希望 組織一起 去 練習 或者選擇 或者 商討一下 有什麼 不明白 都可以 聊一聊 好了 我們 在賽道上 見